昨天接了一个普分号,号主还差20多分就可以上到无敌战神 但是赛基默的最后半天他打不动了,想让我们帮忙打上战神 本来我是没打算接的,但是号主给的钱比较多 再加上有首剩10分,还有一张不掉分卡 也就是说只需要再打10多分就可以赚200元,于是我就接了 并想把这个单子给了阿宇,让阿宇来打 本来以为是个福利单,谁知道却是个陷阱单 当晚上一切准备就绪准备开直播上号充分的时候 从粉丝口中得知,此号之前是静美丽在打 单拍博主153万粉丝的静美丽 快战神的时候,结果号主跑单了,尾款没给静美丽解 静美丽生气,于是带着百万粉丝狙击此号 让粉丝在游戏中遇到灵幻这个ID就打 当阿宇开播打第一局游戏的时候,也就是本局游戏 静美丽刚好刷到阿宇直播 于是静美丽找到我,商量给我200元,让我叫阿宇掉分,别上分 虽然此号主确实不道德,但是我对静美丽也爱吗能助啊 因为此号我已经接了,已经担任号主 我总不能一边担任号主上分,一边又被此号主给号主掉分吧 那我成啥人啊,不能因为号主的不诚信行为,让自己也变成了不诚信的人 于是和静美丽商量了一下,我这边告诉阿宇,让阿宇继续打 静美丽那边可以担任来狙击 在这个背景下,阿宇开始了上分之路 大家觉得四小时之内,阿宇能上到无敌战神吗 此刻是晚上的八点钟 第一局游戏,阿宇已经开了,所以说静美丽那边狙击上 打起来还是非常的简单,如鱼得水 转眼之间就来到了决赛拳,常常还有11名敌人 三杀到手 这点位不错,又拿到一个人头 五杀 圈刷了,此刻阿宇不带圈,需要封烟进圈 前面车后是有人的 一颗索雷,看能炸到不能 下了两个 成功进圈,并且顺利的抢到了一个好点位 剩下的两名敌人也都是非常的呆 转眼之间都已经杀了一个 最后一名敌人也倒在了阿宇的枪口之下 八材吃鸡,算上手战,加了19分 分数也是来到了5619分 此刻战刃分数线是5621分 还需要再打3分,才可以稳稳上到无敌战舍 但这个时候静美丽已经开始带人狙击了 此刻的阿宇直播没有开延迟 这个人一看明显就是狙击的 静美丽的粉丝 看一下阿宇能不能打过他 要不要补个状态 现在状态不满 遗憾落败 不过还好,这是第一条命 第二条命阿宇也是选择来到长城上狗分 这里是和平区域,不能打架 在狗分的时候看了一下静美丽直播间 我的天啊,3000多个人 3000多个人来狙击 这无敌战神咋上 于是就暂时关闭了画面 当再次亮屏的时候 还好还好,有不掉分卡 这些狙击的确实有实力 因为狙击的人实在太多了 再加上战神度结局本来就很难打 于是阿宇也是降低了一下难度 开了10分钟的直播延迟 第三局游戏,开始了 不知道这把有没有狙击的匹配到 一杀 二杀 三杀 四杀 五杀 没了 第三把白打,还扣了两分 分数来到了5617分 距离无敌战神还差5分 此刻时间21点30 别看只差5分 但是接下来的第四局 到底是加分还是掉大分 都不得知 换了一件衣服 再次降低游戏难度 完蛋 感觉要没 这粉丝是真厉害呀 看了10分钟延迟 换了衣服还是被认了出来 这个战神到底能不能上去 我是真的不知道 看到我真的是汗流浃背 先杀一个人机 找找手感 再杀一个人机 拾回自信 不行啊 不敢进圈啊 整个决赛圈全是找阿宇的人 拔山射水 总算是找到了一个 绝佳的好点位 S级点位 维克托秒伤 确实是高 而且马上就要进赛了 我感觉这战神估计是难咯 现在分数来到了5613分 战神分数现在是5621分 越打距离战神越远 排了很久 D600S开了 不知道这把有没有狙击的撞到 这个时候阿宇的心理压力肯定很大 有实力也难以发挥出来 于是第二条面阿宇改变了上分策略 扛毒上分 扛毒也不行 追毒外来打 我的乖乖 还有火笛车 不是火笛车 他是换位射击 这个人一看就是狙击的 不过没关系啊 都是打了招呼的 看下阿宇能不能把这个狙击的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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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盆 一盆 两盆 两盆 nice nice 这把狙击的人不算太多 也是让阿宇会到了决赛圈 击败的淘汰王 拿到了第二个人头 还有最后一名 最后一名敌意在坡下 而于此刻地理位置有优势 漂亮 四啥吃鸡 有没有拿下 看加多少分 加了8分 而且强制了 分数刚好来到了5621分 和战神分数线持平 这个分数能不能稳住啊 是不是还需要再加一分 这个分数很悬啊 感觉可能会被偷绑 全国前500名才是无敌战神的 万一阿宇是501名怎么办 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点19 阿宇决定再打一局 这也是本赛季的最后一局 能不能战神就看这一把了 加分还好 扣分就撤离完蛋 刚开局就被人干了半血 还行 DBS没让阿宇失望 又过来一个 就在这房子不用动 会有人源源不断的过来的 粉丝想来拿阿宇的人头 漂亮 三下到手 还有人 这些人都是来阻碍耗主上战神的 正义感很强 炸到了 他现在是残血状态 肯定很慌 也可守雷 他在打药 漂亮 四杀到手 这把狙击的应该是没了 杀完狙击的 阿宇就来杀这些 排到的敌人 五杀 专业之间 阿宇也是狗盗的决赛圈 现在场上还有最后的六名敌人 开车金拳 补个状态 来车了 状态补不了 先打架 不行 信号只不满 直接被秒了 看看是加分还是扣翻 还行 加了两分 那就是说这个号的无敌战神已经拿下了 这个战神上的真的是惊心动魄 经过一晚上的直播 最后号主也是主动联系的进入力 他们两个后续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的工作也已经到此完成 新赛季有需要上战神的 记得滴滴我们哦 感谢观看